猫咪拉肚子了怎么办 白翔职业寿医师 猫咪拉肚子可能是普通的肠胃炎 传染病感染 一线炎 或者是机身虫感染 针对不同的病因 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 首先 可能是猫咪患有普通的肠胃炎 可以献给猫咪 为适量的萌托尸散 或者白陶图等 如果病情得到控制 主人可以不用太在意 其次 如果是幼猫出现了拉肚子的症状 就需要考虑传染病的感染 此时 需要及时带猫咪到宠威院 进行看病毒 消炎的处理 另外 如果是成年的猫咪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就需要考虑猫咪是否患有一线炎 如果检查确诊为一线炎时 就需要使用特异性的药物进行治疗 最后 考虑猫咪出现了机身虫的感染 此时 可以给猫咪进行肠道内的蛆虫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